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我们今天来为听众朋友介绍一本 三月份博士智库所出版的一本新书 叫做自体免疫自救解方 那这本书是由艾米麦尔斯医生所出版的 然后台湾则是由欧汉文医师所翻译 那我们今天就非常高兴亲自邀请到欧汉文医师 来帮我们介绍这本书 诶 医生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欧医师 那欧医师一开始是不是简单先帮我们介绍一下 为什么会想要翻译这本书 诶 好 那其实呢 翻译这本书的起心动念大概是这样 那其实呢 自体免疫疾病 过去都会被我们认为说 这好像是不解之症 那对于一般的医师来讲 你得到了什么红斑性狼藏 类风湿性关节炎 或者是什么 将其是脊椎炎等等的 那这些的话 过去的话在传统医学来讲 都会被归于就是 就是应该算不自治症 通常都会认为说 其实这是基因所造成的 那事实上的话 其实这些疾病的话 除了基因蛋是占一部分之外 其实75% 其实应该是我们环境所造成的 那其实从1980年代开始 这个自体免疫疾病的发生率 已经渐渐就逐步高升 那其实这几年 大家都在关注说 糖尿病或心血管疾病 那其实默默的 像在台湾 自体免疫疾病已经要升到 就是我们去领那个残障手册 已经要升到第三名了 对所以说 其实自体免疫疾病 它的那个 这几年的那个成长率 实在是相当惊人了 对那所以后来 我们就会去追究说到底是什么原因 会造成这些自体免疫疾病 那其实后来就发现说 在这几年来 有些像基因改造食品 它这些基因改造食品造成 做了一些农业工业化的改变之后呢 其实我们平常所吃的 我们环境所用的 它会去影响到我们的肠胃道系统 然后跟我们的 我们身体里面排毒系统 那其实主要这两个系统受到 就受到这些环境物质 或者是这些 我们资金食物所干扰之后 那造成我们体内的免疫系统 它产生一些紊乱 那紊乱之后呢 产生一些抗体 才去攻击我们自己的组织 所造成自体免疫疾病 那所以的话 其实翻译这本书的希望就是说 其实我们有一些方法 可以去延缓 或者说去反转 或者是去避免 或者说去完全翻转 这些自体免疫疾病这样子 所以它的过程就是说 在一个疾病发生之前 等于是一个预防的一个措施就对了 对 因为其实基本上自体免疫疾病 我们有分三个阶段 那第一个阶段我们叫做沉默期 那沉默期的话 其实那就是我们可能身体里面 有一些微量的抗体 那当然我们自己身体会不知道 那当然我们也 我们可能就是说 自己也不会有什么感觉 那其实大概进入到第二期之后 就在我们叫做所谓的反应期 那反应期的话 我们可能身体上就有慢慢一些症状 可能你常常感到疲倦 那常常呢 可能会肚子不舒服 会去拉肚子 或是常腹脏 那等等 那或者是说皮肤会出现一些红疹 这样子 那其实的话 在反应期的过程中 我们就可以大概可以预测到说 你可能在将来的五年 或是将来的两三年之内 就会得到自体免疫疾病 那再来的话第三期是疾病期 那疾病期就是现在目前 传统医学主流医学所在处理的 就比如说 你来我这边 我已经诊断你就是 什么乔本式甲状腺炎 或者红斑性狼肠 那我开始给你类固存 或者其他药物做治疗 那这是目前传统医学在第三期 那所以基本上我们会希望说 我们可以提 就是大家都会现在有个观念 就是说我们需要 做预防医学嘛 要提早预防这些疾病的来临 所以我们比较希望说 在第二期反应期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要进入 就要开始进入这些预防这样子 所以到了第三期 也就是疾病期的时候 我们现在医学 有遇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吗 就是你刚刚提的 这一些症状 有哪一些是 会有后遗症 或者是没有办法治疗的嘛 是因为基本上到了第三期的话 我们体内其实有许多抗体 开始去攻击我们的组织了 那像是我举 类封四性关节为例好了 那你可能开始会感觉到 关节疼痛啊 那比如说像早上起来 你可能的关节 就会比较僵硬 或是不舒服这样子 那这个时候通常 我们的传统医学会怎么处理 第一个可能会给你类固存 再来就是止痛药 那再来的话 可能会给你一些 就是那个生物制剂 那生物制剂的话 就是说可能就是一些抗体 抗体或什么之类的 那其实的话大家都知道说 吸药的话其实会产生很多服装用 其实你类固存长久吃的话 那可能会造成 比如说可能造成你免疫力又会更差 反而你寒而 反而还会有更多的感染发生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 止痛药吃多了 其实对我们肾脏也是比较不好的 所以其实就是说 在我们组织医学 目前传织医学 对于自体免疫节处理方法的话 就是一个等待啦 就是说我等到你疾病变差的时候 我再多加类固存给你 我再多加止痛药给你 事实上都没有去找出疾病真正的根源 然后就只是针对症状去做治疗 然后这本书的作者 好像他说他过去 也曾经自己患过这样子 自体免疫的一个症状是不是 对因为这个 这本书的作者 那他本身的话 他其实是那个 那个葛瑞夫斯症 那葛瑞夫斯症就是说 他是体内就会有产生 甲状腺的抗体 让他甲状腺过度抗净 那他当时的时候 其实他并不了解 就是说 其实有一些功能医学的方法 可以去做介入 那他自己当时是做了手术 对 他自己做了手术 类似切除什么 对切除 那他就把他甲状腺移除了 然后后来他 因为他自己本身也是为医师 那他当他接触到功能医学的时候 他还发现说 其实可以用这个功能医学 去反转一些自体免疫疾病 那所以之后 他目前的话 他主要的就是在 他的病人大部分都是 自体免疫疾病的病人 这样子 那既然我们聊到这个 自体免疫 那是不是先再帮我们把 所谓的自体免疫 这四个字再帮我们跟听众朋友 解说的清楚一点 什么是自体免疫 自体免疫的话 简单来讲 就是说 我们的身体 自己产生出一些抗体 来攻击我们自己体内的组织 那其实呢 大家如果对于免疫学 有一些概念的话 都会知道说 我们身体产生抗体 应该是要对抗外来的敌人 疾病 病毒就对 对病毒 就比如说像 举最好的例子就是说 我们打疫苗 对 像我们小朋友打疫苗之后 体内产生抗体 那就是去避免说 我们被这些外来的病毒细菌所感染 这样子 那其实的话 自体免疫疾病就是说 我身体里面产生抗体 它不是去打外面的敌人 它是来打我们自己人的组织 对 那所以就叫自体免疫疾病 那所以打我们自己的关节 就叫内风食性关节炎 那打我们的甲状腺 那可能就是叫 乔本式甲状腺炎 或是刚刚提到的 葛瑞福斯症这样 所以过去的诊断 都是以为是基因作祟 然后造成自己身体 去打自己就对 对 然后这几年才慢慢发现说 可能是饮食 或者是一些生活环境的问题 对 是 没错 因为基本上的话 过去我们都认为说 你的基因 就是说 你有自体免疫疾病的话 一定就是你的基因作祟 那这几年的话 发现说 其实研究的发现 其实基因可以开启 也可以关闭 所以就算说 我们身体体内 身体体内有一些 就是自体免疫的基因 那其实 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生活 生活习惯 我们的饮食 我们可以去让这些基因关闭 让它永远不要打开 产生自体免疫疾病 这样子 那听众们大概了解 就是什么是自体免疫 那接下来 是不是就聊到 我们这本书的主要功能 就是要教导我们的一些 怎么样去提早预防 对不对 对 没错 那其实的话 就这几年的研究 然后我们就发现说 其实自体免疫疾病 跟我们的肠胃道 其实有蛮大的关系的 因为大家可能会想说 肠胃道跟这些自体免疫 会有什么关系 那其实大家想一下我们 其实我们古时候 有一句属于叫病虫口露嘛 是 对 那其实的话 从我们的肠胃道 其实是一个对外面的器官 我们从嘴巴开始 一路到我们的肠子 其实它都是跟我们的环境 所相连的 那这几年的话 就发现说 我们吃进去的食物 那它会去破坏 我们的肠年膜 那破坏我们的肠年膜 因为我们的小肠上 有个东西叫做绒毛 那这些绒毛的话 就是负责 帮我们吸收那个我们的营养素进去的 就是我们食物吃进去 在胃跟小肠分解之后 透过那个小肠绒毛 吸收到我们的身体里面去 那我们吃的一些食物 那里面所含的一些物质呢 它就破坏我们的小肠绒毛 那其实呢 我们的肠年膜 在小肠绒毛的下面 有一个我们身体最大的免疫组织 那所以的话 如果当我们的绒毛被破坏之后呢 那些还没有被消化完全的食物 就会透过这些肠上面的小小的破洞 那从这旁边渗漏进去 哦 肠肉症嘛 对 那所以就是我们俗称的肠肉症 那它渗透进去之后呢 它就会产生抗体 那产生抗体之后呢 那当你下次去吃到这个东西的时候 它就认为这是一个外来的东西 那它就会开始 身体就会 就会再制造更多的抗体去攻击自己 去攻击自己的组织这样子 哦就是会误判就对 会对会误判 那其实 食物中其实 我们认为最常会 嗯造成这个肠肉症 或是破坏小肠黏膜 产生抗体的东西 其实是 我们一个东西叫肤质的东西 肤质那大概在什么食物上面 其实肤质化最常 我们见到就是小麦类的东西 由小麦去 由小麦去做成的东西 那小麦类其实制成的东西 其实很多 对 对小麦就比如说我们 常吃的面条 包子 馒头 蛋糕 其实这些上面全部都会有 小麦类的制品 那为什么小麦会那么恐怖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 奇怪我50年前 我的老祖宗们 我的那个祖先们 他们也都是吃小麦啊 嗯 对那那为什么会说 小麦吃小麦 他们以前50年前 也没有那么多人有 自体免疫疾病 那为什么现在50年后 自体免疫疾病的那么多 跟小麦又有什么关系 那事实上的话 就是说有间公司 叫做梦山都啦 那梦山都 其实他当时是美国 最大一个 做那个杀虫剂的 嗯 的那个的厂商这样子 那后来他们一开始是 要帮农夫去驱虫嘛 想说让他们 那个 那个农作物可以 有丰收量 所以他们就制造了 一系列除草剂 那后来做了除草剂之后 后来 后来梦山都怎么做 他们开始做 基因改造的农作物 嗯哼 对他们就把小麦 做了基因改造 那做了基因改造之后 他们把 他们一个 有一个作用叫托胺作用 他们把小麦里面的 一个氨基酸序列 把它移除掉了 所以就说这时候的小麦 跟他们50年前 我们老祖宗所种的小麦 其实结构上已经不一样了 嗯哼 那当然我们人类的演化速度 其实并没有那么的快 所以当我们现代人吃进去 农业工业化之后 被基因改造过的小麦 之后 我们身体里面 其实已经开始不太认识这些 基因改造的小麦 对 他开始不认识之后 他就开始产生抗体 然后去攻击这些小麦 对 去攻击我们吃进去的 就是这些肤质这样子 那这些肤质呢 他又会在我们的肠道 造成发炎 去破坏我们的肠黏膜 所以就造成肠肉症 所以就是一个 比较恶性的循环 这样子 哦 所以讲 简单的讲就是我们人类的演化 还没有快到这个 基因改造的这个速度 对 变成我们还不 还不习惯这样的一个食物 是 对 所以就误以为它是不好的东西 身体就会产生抗体去对抗它 对 没错 那刚刚讲到小麦 那跟其他的生活做起有关系吗 比如说我们现代人的一些熬夜 或者是喝酒 有没有关系 嗯 事实上的话 其实熬夜跟喝酒的话 只要对我们身体产生一些压力的状况下 那 那这几年的研究发现说 有个东西叫做脑跟肠的循环 因为大家都会认为说其实肠胃道 现在目前研究肠胃道是我们第二个大脑 所以其实说 我们的大脑跟我们肠 其实是有一个相关联性的 所以当我们的压力变大的时候 或者说我们喝酒什么之类的 它会使我们的肠胃道里面的好菌 就是所谓的那个 就像我们常会就是益生菌 会希望让里面培养一些好菌 让好菌的话 让好菌坏死 就是说那里面就剩到一堆坏菌 那剩坏菌的时候 那在我们肠胃道里面过度增生 就等于说我们的小肠里面的不正常菌 过度增生之后 就会去破坏我们的肠年膜 那让这个二性循环继续产生这样子 所以其实压力 除了刚提到的那个肠胃道之外 压力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来源 好 那既然我们清楚这个一些食物的影响 那再来是不是就要谈谈说 那既然它是 它可能是潜伏期 那一般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来检测 自己可能会得到这个肢体免疫的 这个在现在这个阶段 因为基本上的话 所以我们刚刚就有提到说 第一个我们当然要做 对关于我们的 就是说对我们的肠胃道的一些检测 那所以就说 刚刚我们提到肠肉症 所以其实就是说 我们可以去做一些肠肉症的检测 去了解说自己 是不是有肠肉症的体质 这样 还有就再来就是 急性过敏跟慢性过敏 那其实急性过敏大家都知道 比如说我今天吃了虾子 我嘴巴突然 海鲜 哦对 嘴巴突然肿起来 这是急性过敏 这个大家一定都知道 那其实慢性过敏是比较少人会去想到的 因为我可能慢性过敏 它的潜伏期可能是两天或三天 所以你可能今天吃了某样东西 比如我今天吃了 就像我们刚刚提到肤脂好了 我今天吃了 我今天吃了一些肤脂的东西 那我可能两天后 我开始感觉到头痛 那你可能就觉得说 我只是偶尔那样子偏头痛一下 可是你可能不知道 你两天前你吃了面包或者是说你可能喝了牛奶 那它其实就是造成你慢性过敏的原因 那其实慢性过敏的话 它就是不会立刻表现出来 它大概会过个两三天之后 那在我们身体里面慢慢发炎慢慢发炎 才会造成一些症状 那其实这也是 这也是必须要去了解的 因为它在我们体内造成发炎之后 让我们的肠黏膜也会受损 这会是影响到我们的那个免疫系统这样子 对 那所以的话第一个就是肠胃道的部分的话 那还有一个就是说刚刚有提到就是说我们要看我们肠胃道里面的好菌到底够不够 所以其实我们还可以去做一些检测叫做小肠菌虫的那个 看是否你小肠里面的菌虫是有不正常的增生 对 那如果说你有坏菌增生过多的话 那可以透过一种类似呼气检测 你就可以了解说 里面是不是坏菌太多了 那太多的时候 我们可能就要帮你把这些坏菌移除掉 那再吃一些益生菌把好菌再重新把它种回去 这样子对 就是体内如果有一些细菌不正常的增生大部分都是坏的对不对 因为好的不可能会突然增生 对好的不太可能会增生这样子 所以就说坏的话它通常会去把好的都取代掉 那可能在里面产生一些发酵或是之类 所以我们可能会感觉到一些肠胃道不舒服 就比如说我常吃饱后会觉得会脏气 有些人喂食到逆流 都有可能都是你小肠不正常菌的过度增生 好那上一段访问我们聊了很多这个 自体免疫的这个问题可能是过去是基因 那现在可能一些是一些食物 那再来我们的环境有没有影响 其实环境其实也造成很大的影响 像前几年吵得很大的一个风波就是像塑化剂 对那其实塑化剂的话 我们会俗称叫做环境荷尔蒙 那其实在我们平常日常生活中 所常用到一些塑胶制品 或甚至我们的化妆品之类的 那其实它这些的话会进到我们的体内系统 那体内系统造成我们的一些免疫系统 也是会免疫系统会造成一些失调这样子 对所以平常的话我们自己在用东西的时候 会尽量会尽量想说去避开那些塑胶的制品 对那就避免到这些环境荷尔蒙进到我们身体里面去这样子 那其实你也可以透过一些检测 了解说你自己身体里面是不是有很多的环境荷尔蒙在你身体里头 对那如果有比较多的话 那可能就要增强我们的肝脏功能去把它排毒 对把它排出来这样子 那讲到这个环境荷尔蒙不只会造成肢体棉 应该也会引发其他更多的疾病对不对 对那其实上前几年的话应该报章杂志上面都有很多 就比如说什么小朋友可能六岁女生就月经就来了 对那其实它会让我们我们的那个像小朋友他是比较早熟 因为他像这种环境荷尔蒙的话比较偏向我们女生的荷尔蒙 所以就是俗称的磁激素 那这些磁激素的话其实过多的话 那会造成一个叫做磁激素占优势 那磁激素占优势的话 它在磁激素在我们体内主要是真正的作用 就像这几年啦 这几年的话其实在医院或是在外面诊所 大家会看到说女生子宫肌瘤的人越来越多 那或者甚至说像是那些那个妇科方面的癌症 像子宫癌这些越来越多 那其实这个这些的原因都是因为像环境荷尔蒙过多 那造成磁激素过多 在体内占优势了之后 它去刺激它去刺激他们子宫内膜质过度增生 那会造成肌瘤产生或者是这些癌症的产生这样子 好那了解这个环境跟饮食之外 再来就是聊到说那到底有没有一个什么一些改造计划 除了透过一些检测之外 有没有我们自己可以做的事情 有那其实基本上的话 一开始的话我们会希望说 如果是你自己本身是自体免疫疾病的 或者说你可能 就是你可能已经是在那个反应期的这些人的话 我们会希望说我们可以透过一些饮食计划 对那些饮食计划其实说最简单 我最简单最明了的话就说 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的夫子 就是小麦类的东西最好是先不要吃 是 对那第二个的话还有带来就是奶制品 那其实因为奶制品的话 奶制品的话其实在台湾还蛮多人过敏的 对所以说奶制品可能就不要吃 那带来第三个的话是豆类制品 那大家可能会想说 为什么豆类制品不能吃 常常会有人说那个大豆还不错这样 那其实就是大豆类黄豆类这个本身 第一个其实像基因改造也很多 对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其实对于自体免疫疾病人来说 那这些那个这些那个大豆类或是豆类的话 其实里面有个东西叫做皂肝 那皂肝的话其实在我们身体里面的话 也会诱发一些免疫反应 对所以的话对于就是说这些自体免疫疾病人也是比较不适合吃啦 这样子然后再来的话像是一个茄科类的比如说像番茄那些对那其实他们里面也是有一些会去激发我们的免疫系统这些都比较不适合吃那大家都好像听到这里会觉得说我好像什么东西都都不能吃 到底什么可以吃这样对那所以就说我们其实有推出一个30天的饮食计划啦那基本上我们会是至少会先把这四大这四大类的那个蔬菜 或者是还有还有像是那个膚质类先去除那其实你透过这30天的饮食计划我们会设计一些食谱那就是说去避免到这些然后可是还是可以达到营养的食谱那再加上的话我们的肠胃道其实已经被破坏了所以其实基本上我们需要去启动一个计划我们其实俗称叫4R 对那4R就是由四个专有名词所组成的那第一个话我们是叫做remove就是移除那移除的话就是说其实我们藏道里面有很多的坏菌那坏菌的话第一个我们要把它remove我们要把它移除掉那第二个话是restore那restore就是重建的意思那就是说我们要就是说我们可能体内是因为胃酸不足或者说我们消化功能变差所以我们会给你一些像是消化酵素或者是胃酸帮助你去消化 所以重建你的那个肠胃道系统那第三个的话就是那个就是再种那个我们是叫做reinoculate那就是说我们是在将好的细菌就是我们可以吃一些益神菌把好菌都种进去那种进去之后让你的肠胃道变得比较健康那第四个是repair就是修补的意思那修补的话就是说我们可以吃一些就是像那个福西胺酸去修补我们已经被破坏的肠黏膜对那其中这个4R计划的话那基本上的话我们可以开始修补我们的肠胃酸 我们的肠黏膜那所以我们到肠黏膜之后我们在前面在可能上一段有提到说被那个破坏的地方我们把它修补好之后那些食物就不会透过破洞跑进去了对那所以其实这些食物就可以慢慢的吃回来就像比如说刚刚提到的一些那个茄科植物啊或者说豆类可以慢慢吃回来但是肤脂本身还是不太建议啦 因为肤脂化它本身吃进去就会造成发炎所以基本上肤脂会是希望完全避免那其他的食物的话我们会在我们会有个30天的饮食计划在这30天饮食计划中这30天要先完全避免那之后呢我们再看能不能慢慢再加回来这样子所以这个自体免疫如果在潜伏期发现了这个症状然后透过这个30天的改造计划就能够预防自己未来会得到这些症状对不对但是我相信有一些人他们可能连潜伏期他都不会发现那如果 有没有什么症状是可以比较明显让他们知道说他们可能有疑似有这样的一个状况能够提早做一些检测的 嗯好那所以的话就是说在潜伏期或者说在我们已经反应期的话其实最常见的症状是什么其实最常见我们会看到一些肠胃道的不适就比如说你常常会觉得我自己最近消化功能变差常常吃饱饭容易脏气或者我们会常说刚刚肚掉了呢对那再来的话就是说皮肤上会起一些红疹你可能会在季节变化的时候会觉得这边痒那边也痒这样 有特定位置吗 那这些症状还有皮肤的症状之外那再来的话就是说像是你本身其实你会发现说你可能从小就是有你从小就是有什么过敏性鼻炎啊或者是你可能小时候有失诊过那或者说你小时候有气喘对那这些的话其实就是属于你的免疫系统可能已经有过度活药的这些的这些族群你可能自己就要特别注意你是不是会出现就逐步走向自体免疫疾病这样子哦就是小时候如果你曾经有这些症状可能会影响到你的现在就对对那其实我们最常会说 因为肠胃道肠胃道就是里面的好菌很重要所以像前几年有一些研究就发现说我们你自然产跟剖腹产其实就有差别了对自然产比较健康自然产比较健康没错因为自然产的话经过产道所以它有些细菌其实已经先进到了你的身体里面去了比较好的东西对比较好的细菌已经进到身体里面去了所以我们后来会发现说你是经由自然产的 的这些出生的然后他们长大之后他们得到气喘或者是说像过敏性鼻炎的机会会比那些经由剖腹产的还要低这样子哦所以这是有统计数据就对对这是有统计数据的嗯好那最后谈谈这本书大概适合的观众群一般读者是不是比较不容易理解这样的一本功能医疗的书对最后话其实我个人是认为说这本书其实它在前面的话它有先简单的介绍说何为自体免疫疾病 那再来的话我们它就会来谈一下它就会稍微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身体免疫系统是如何运作的那之后呢就是开始就进入说我们的比较偏学理的部分它告诉你肠胃道肠胃道系统为何会跟自体免疫疾病有关再来就是说我们刚提到的肤脂豆类奶制品然后或者是那些切克食物为什么会造成自体免疫疾病那再的话刚有提到环境荷尔蒙我们的环境为何会造成自体免疫疾病其他每一个章节都有一一叙述还有我们刚提到的压力 它里面也有叙述到那在后面的话它就会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要去做哪些检测然后或者是说然后或者是就是还有一个30天的示范食谱 哦是是是对那到了最后话它是这本书到最后话是一些成功的案例分享啦对其实基本上我会认为说这本书其实如果是初学者来看的话应该也是蛮容易理解的因为其实它它其实解释还蛮详细的那再来的话就是说你目前是深受自体免疫疾病之苦的的这些朋友们 其实也可以拿这本书来看看这也是说可能是一种新的尝试对就是说对于你的疾病可能是一个新的减缓的方式这样子那我们刚刚聊到饮食聊到这个环境那最后还有一个可能大家会比较好奇那到底有没有什么运动可能会对这样的是有帮助的其实最主要话其实运动的话会偏向压力的部分解除压力的部分对解除压力的部分对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其实现在的社会你要说谁没有压力我觉得不太可能大家一定都有压力这样 那所以的话如果说运动对你来说是一个运动是一个宣泄压力的的那个方式的话其实就是说可以去多多去运动宣泄自己的压力这样 好那最后欧医师那个刚刚已经聊到这本书其实它架构还算是非常的清楚所以还蛮浅显易懂一般人还是读得懂但是如果他们在阅读上遇到一些问题的话他们可以跟你们怎么样来联络或是请求一些帮助这样 对基本上其实你可以上网Google就是那个汉式功能医学那其实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电话跟我们联络或者说你也可以上我们的那个FB我们的官方的网页这样子叫做汉式功能医学健康心态度这样子对那其实就是那边都可以在比如说可以传一些在内讯息这样跟我们联络 最后呢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那个健康是自己的身体是自己的所以当然如果你有遇到一些什么症状还是要积极的处理不要到最后发病期再来处理就掉到传统医学的一个 处理方式对不对就是什么坏掉是什么切除这样子对没错 好谢谢我们的欧医师谢谢好谢谢大家谢谢